确定大蛇真的不会伤害自己后,小暖暖的胆子逐渐变得大了那么一丢丢。 当然仅限于悄悄摸摸她身上的鳞片,然后生怕被发现一般又飞快地将手缩回来,偷偷瞧大蛇一眼趁她不注意又摸一下。 杨思思的鳞片摸着真舒服呀。 小姑娘眉眼弯弯,嘴角翘翘的,看起来有点小开心。 嘶嘶。大蛇忽然离开,然后在暖暖小朋友面前张开巨大的嘴巴吐出来两颗蛋。 暖暖。看着面前的这两颗蛋眼珠子都瞪得圆溜溜的。 一颗白色的蛋,一颗黑色的蛋,每一颗都跟鸵鸟蛋差不多大小。 大蛇将那两颗蛋用稳步往小姑娘面前推了推。 给我的吗?暖暖有些受宠若惊地指着自己,见大蛇点头了, 这才蹲下来将小手小心翼翼地放了上去。 系统立马提示了。 恭喜玩家我有七个哥哥获得宠物蛋两枚。 正想着,这么大的蛋要怎么吃得暖暖? 啊?原来是宠物呀? 暖暖小脸微微放红。 谢谢你大蛇。 小姑娘站起来软糯糯地道谢,还鼓起勇气,举起了小胳膊,将细白的小手放到了大蛇脑袋稳步。 在小姑娘看不见的地方,大蛇尾巴微微晃动,脑袋更是在小姑娘小手上蹭了蹭,侧面的骑震动起来,发出嗡嗡声,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要不是这真是一条大蛇,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一只大狗狗呢? 系统提醒暖暖游戏的时间要到了。 这个游戏未成年,都是有保护机制的,每天只能玩两个小时。 暖暖可怜巴巴地看着漂亮的雪白大蛇,奶生奶气地恳求。 大蛇我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你能不能送我出去啊,我该回家了。 大蛇吐了吐蛇信,很顺从地伏地身体,尾巴从后面绕了过来。 暖暖将两颗蛋放到游戏背包里,然后就被大蛇用尾巴送到它脑袋上去了。 大蛇带着暖暖回到了之前那山洞内,然后来到一根巨大的刻满符纹的冰晶玉柱面前。 暖暖从它身上滑下来从这里能出去吗? 大蛇点点头,将它往前拱了拱,冰晶柱开始发光, 它脚下出现了一个阵法。 暖暖连忙抱着大蛇的脑袋,点起脚尖在它稳步的鳞片上亲了下。 再见大蛇,以后我还能到这里来的话,就来找你玩呀。 奶白肉乎乎的小脸在大蛇凉丝丝的鳞片上贴了贴, 下一秒暖暖就消失在了巢穴中。 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系统提示中,流水一般的信息瞬间将它的私信塞满了。 全是四哥哥发来的,有好几十条呢。 四哥哥,暖暖在哪? 我回复火点了。 四哥哥,暖暖这个声啊,你跑哪里去了,怎么没跟着许大夫? 四哥哥,下线了? 不能吧,妹妹你别吓我。 四哥哥,看见消息发坐标给我,我去找你。 后面还有很多消息,基本是一条连着一条的,其中还夹杂着不少语音。 暖暖刚想要点开最后的那一条语音,对面又来消息了。 四哥哥,出去看了看,还在游戏仓里,是不是意外碰到什么,赴本里去了。 四哥哥,回来了给我个消息。 暖暖,四哥哥,乖巧JPG。 四哥哥,终于回消息了,在哪?坐标发我。 四哥哥,还好是在游戏里,这要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吓死人。 暖暖赶紧按照系统的引导,笨拙地发了自己所在的坐标,给四哥哥。 没等多久,顾名李就出现在了他面前,一出现,就捧着他小小的脸蛋,左看看右看看的。 一大堆话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就冒了出来。 没事吧跑哪里去了? 不是让你往回跑吗,怎么还能把自己给弄丢了? 吓得我都忘记,这是在游戏里了快给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写还是满的。 掉副本里去了,没收到消息。 暖暖被他一个个的问题,给砸得小脑袋刮晕乎乎的。 四哥哥我,我没事,暖暖要回答你哪个问题啊? 小姑娘一脸萌萌的,看起来蠢萌蠢萌。 顾名李看他没受伤放心了,然后一拍脑门,又忘了。 这是在游戏里,受伤个屁啊。 明明自己在和野怪战斗的时候受伤,从来都不带怕的。 但是在小妹身上,她怎么总是忘了这个? 顾名李捏捏小姑娘,肉呼呼软绵绵的小腮帮子,眼里的焦躁暴力消失,总算带上了笑意。 没事儿就走,哥哥带你回去了。 说着,她一把将暖暖扛起来,放到了自己肩膀上。 视野忽然升高,小姑娘坐在哥哥一边的肩膀上,被她用一只手掌稳稳地扶着。 暖暖给惊得小嘴和眼睛都圆溜溜的,手忙脚乱地抱住了四哥哥的头发。 刚开始还有点怕怕的,但是走了一会儿暖暖身体就放松了,清澈漂亮的眼眸弯弯笑了起来。 四哥哥,我和许大夫走分开了,然后找不到路就乱走,在一片林子里休息。 放松后,小姑娘主动打开话题,软绵绵地将自己遇到大蛇的事情说了出来,虽然说得慢,但是吐字很清晰。 跟汤圆团似的,诺诺的声音听着很舒服,你这运气真是,别人还真羡慕不来,不愧是我妹妹,不过那应该不是蛇,都长出脚来了,应该是蛟龙。 暖暖不知道什么是蛟龙,她将游戏背包里的蛋拿出来,两只小胳膊抱着一颗,都感觉自己的身体沉了沉,样呛了下,差点没站稳。 在那里是直接收到背包里的,没有抱过,没想到这么重啊。 生怕这蛋会被摔坏了,暖暖两只藕结般的小胳膊抱得更紧了些,小脸因为这重量,苦巴巴地皱成衣小团。 哥,哥哥给。 小姑娘努力把怀里的蛋递出去。 顾鸣里将她怀里抱着的白色大蛋接过来,五指张开,将蛋拖住颠了颠。 还真挺沉。 眨眼间,暖暖怀里又抱了一颗黑色的蛋递过来。 哥哥,还,还有一只。 顾鸣里,她没接,而是捏捏小姑娘肉肉的腮帮子。 大哥是怎么设计的这游戏,宠物蛋这么容易得到的吗? 也不担心破产了。 说完这才将暖暖怀里艰难抱着的黑色宠物蛋接了过来。 大哥哥会破产吗? 暖暖听到四哥哥的话,一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小奶音都拔高了几分。 那我们快把蛋还回去吧。 那愁眉苦脸的小模样仿佛已经看见自己大哥哥破产的样子了,把顾鸣里给逗得不行。 然后她忽然就起了逗弄小姑娘的兴趣。 要是大哥真破产了你打算怎么办? 暖暖皱着小眉头思考了起来。 顾鸣里挑眉,嘴角邪气地上扬几分。 想什么呢? 暖暖小脸皱巴巴,奶生奶气地回答在想,暖暖的钱能养大哥哥多久呢? 顾鸣里,忽然就有点酸溜溜的了。 从游戏里面出来,暖暖第一时间就去找自己大哥哥了,并且用可怜又同情的小眼神看着他。 顾鸣瞅着他那眼神,眼皮抽了抽,语气带着点无奈。 怎么了? 暖暖拉着他的手,可怜兮兮地语出惊人大哥哥要破产了。 顾鸣 扑哈哈哈哈 顾鸣里在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旁边听到暖暖话的其他人。 不是,这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他们老大要破产了? 这是谁传出来的这破谣言? 他们老大变成女人都不会破产。 然后就听暖暖小朋友,奶生奶气地将在游戏里的事情说了出来。 游戏策划们,脸色顿时调色版一样变来变去的,看着暖暖的眼神,那叫一个复杂的哟。 顾鸣显然也是,有些意外的,那个副本他知道,那是一个高级隐藏副本,本来是,安排在后期大部分人都升级到60级的时候在开启的。 谁也没想到,竟然就被暖暖这么误打误撞地闯进去了,并且还完好无损地从里面拿出了两颗蛋。 一时间,顾南工作室的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暖暖看着他们的样子,怯生生地道有,有什么不对的吗? 顾南相当淡定,没有。 众人! 老大你摸着你的良心,再说一次试试。 顾鸣里有些无语地看着顾南哥你是不是在游戏里给暖暖的数据设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顾南一脸镇定没什么,只是把现实搬进游戏,暖暖在里面对动物的亲和力100%,能介入拿副本纯粹是他自己运气好。 顾鸣里默默地给顾南竖起了大拇指。 真行,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他们妹妹在现实世界中对动物的亲和力也是100%啊。 暖暖只能玩两个小时的游戏,这是全息游戏的防尘谜机制。 所以,他就将那两个蛋交给四哥哥了,等明天再去看他们。 那蛋要孵化三天,而且得放在专门的宠物孵化箱里面才行。 顾鸣里离开之前,看了眼儿那蛋孵化的条件, 现在还没听说过谁有宠物或者宠物蛋,倒是给他妹妹这个才进入游戏一天的小不点儿给整出来了。 我的等级要升级到30才能购买孵化箱,现在是27级,暖暖你在这里玩,我去升级了购买孵化箱。 暖暖乖乖点头,看似哥哥离开了他才被大哥哥带着去他的办公室。 从兜兜里拿出葡萄味的棒棒糖塞嘴里,暖暖抱着一个软绵绵的垂耳兔抱枕,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自从暖暖开始来给他送午饭之后,顾鸣原本冷硬的办公室风格在无形中已经改变了。 比如暖暖怀里抱着的玩偶,一个不大的冰箱,里面永远放着牛奶和各种水果。 当然,水果每天都要换新鲜的,还有一个微波炉和恒温的保温箱。 里间的休息室还有一双毛茸茸粉嫩少女新的小拖鞋,衣柜里不仅整整齐齐地挂着属于他的衣服,还有属于暖暖鲜亮颜色的各种小衣服。 阳台上还养着几盆可可爱爱的多肉植物,就连他的办公桌上都有一盆圆滚滚粉红色脑袋的仙人球。 这些小多肉都是暖暖在照顾的,总之,他现在的办公室已经从原来的沉闷冷淡多了几抹不一样的生气。 但是这办公室的主人对多出来的这些东西倒是不排斥。 顾男将热好的牛奶端出来给暖暖,小姑娘抱着就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毛茸茸的小脑袋瓜被揉了揉。 要不要去睡午觉? 喝完牛奶的暖暖小朋友适时打了个小小的哈欠,手被揉揉眼睛点头。 好! 她的确有些困了。 顾男半蹲下来,将妹妹的鞋脱下来放好,大掌一捞将人抱了起来。 暖暖抱着大哥哥的脖子软乎乎地靠了上去,脑袋在他颈窝上拱了拱,尖尖肉肉的小下巴垫在大哥哥宽厚的肩膀上, 水润润的眼眸闭起来,只觉得无比安心。 顾男嘴角微微上扬,将人好好地安顿到床上休息了,这才出去工作。 暖暖很乖,每次到他这里来都基本不会打扰他工作, 更多的时候都是安安静静地在办公室里陪着他,要么看书,要么玩手机,实在是太好戴了。 等顾明里伸完脊出来,暖暖还在睡觉,他也不打扰,没事就大咧咧土匪头子一样,没一点形象地半靠在沙发上, 嘴里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烟叼着,修长的五指尖一黑色的打火机转来转去地被他玩出了花。 顾男进来,看着他嘴里叼着的烟醋眉,走过去直接扯了出来扔垃圾桶里,声音冷沉。 现在不准抽烟。 顾明里伸了个懒腰知道,我就是叼着玩玩。 顾家有规矩,烟这个东西在上大学之前一律不准抽,作为校霸,他在学校厕所碰到过不少人抽烟,身边也有不少,但是他从来没抽过。 就算有人给他烟,他只是叼在嘴里做做样子,即便有人对此说什么,但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不然就是找抽。 哥哥。 暖暖醒过来了,两位哥哥都走了过去。 我带你们去吃饭,现在距离下班时间只有二十几分钟了,顾男决定今天提前下班带暖暖去吃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问完暖暖他,又对顾明里道你问问白沫话和顾明鱼要不要出来。 顾明里呜了一声,低头开始发消息。 小朋友奶生奶气地回答大哥哥的问题暖暖不挑食,什么都吃。 顾男捏捏他的小鼻子,嘴角微微上扬浅笑了下。 顾明鱼这边收到消息,倒是很快回了。 嘴毒大明星,去哪吃? 你脑子开光了,忽然要请客? 顾明鱼看着自己亲哥回的消息,有种想要大逆不到的冲动。 他几乎是冒着火气回的消息,顾明鱼那边懒洋洋地撸着猫,随手拿起手机瞅了一眼被注为蠢弟弟的微信号。 蠢弟弟,大哥请。 嘴毒大明星,哦,我就说嘛,等着我马上来。 至于白墨画那边,都下楼了还没回,他只能打电话过去。 喂? 顾明里面无表情,声音默默地,在干嘛呢? 你倒是看看消息啊。 白墨画看了眼背注大猪蹄子。 哦,原来是顾明鲼啊。 我刚才在画画没看,那我看看吧。 话音刚落顾明鲼这边,就传来嘟嘟挂断的声音。 顾明里脸色黑沉沉的,拿着手里的五指,陡然收紧了。 笨得要死。 都打电话了,直接问不就得了,非要挂了电话去看消息,是不是傻? 小蠢货,我看见了。 小蠢货,要去哪里吃饭呀? 你请客。 白墨画抱着手机嘀咕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手机震动,顾明里发消息来了。 大猪蹄子,大哥请,你是不是蠢? 刚才在电话上就能说的事情,非要挂了电话来看消息。 小蠢货,那不是你自己让我看消息的吗?怎么还怪我了? 瞧着这语气,还委屈上了。 顾明里幼稚地和白墨画在手机上发信息互对,一直都快到吃饭的地方了对面,才想起来问。 小蠢货,对了,地址在哪来着? 顾明里。 光记着对人忘了说了,赶紧将地址扔过去,那边又发来一个信息。 小蠢货,不用发了,你哥来接我了。 顾明里顿时深吸一口气,才不至于让自己骂人,要是此刻白墨画在现场的话,他估计是要竖起中指,以示尽异的。 等那两个人来的时候,他们菜都点好。 顾明里对着门口的两人,就是一记大白眼,然后被顾明鱼拍了脑袋。 眼睛翻成这样,有严实啊。 顾明里到底还是没忍住,将拳头挥向了自己的亲哥。 顾明鱼一溜烟地,跑到顾南身边别发疯啊,大哥要生气了。 虽然但是,他还是被踹了一脚。 顾明鱼责了一声,你哥我这身衣服,知道多少钱吗? 呸!顾明鱼假装没听见,一脸臭臭地坐了回去。 白墨画盯着他的脸看。 少年没好气地,甩了个眼刀子过去看什么看。 白墨画笑了起来,笑容干净明亮看你不高兴,我就高兴呀。 顾明鱼,带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顿乱蒙。 暖暖,好久不见,有没有想三哥哥呀。 顾明鱼转身就将小小一只的妹妹抱起来, 好看的脸凑过去,在他软乎乎的小脸上贴贴。 暖暖脸上的小奶镖都被他的脸压扁了。 小姑娘努力地用自己的小手去推三哥哥的脸。 三哥哥,昨天才见的。 顾明鱼见兮兮地抱着暖暖不放, 在他软乎乎的小脸上蹭来蹭去的。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嘛, 你三哥哥这么好看的人, 一个小时不见都如隔三丘了对不对? 说着还笑眯眯的捏了捏他腮帮子。 暖暖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只能乖乖点头了。 小家伙坐在三哥哥大腿上, 很关顺地点头软糯糯地道。 嗯,想三哥哥了。 末了小表情还超级认真地加上一句, 好想的。 这下顾明鱼满足了。 饭菜上来后, 他自己没吃多少, 净头喂暖暖去了。 小姑娘吃得腮帮子圆滚滚的, 水润润的大眼睛看着他有些担忧。 三哥哥,你吃得好少啊。 顾明鱼嘴角上扬, 笑起来莫名带着一点邪气, 桃花眼更艳丽了几分, 整个人都像在发光一般。 我当然不止吃这些啊, 回去还有营养师专门给我准备的营养餐呢。 说着他叹了口气, 盯着桌上那些香喷喷的菜, 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但是他又意志力很好地拒绝了。 三哥哥不能吃, 所以暖暖你要帮我多吃点啊。 暖暖小朋友顿时同情地看着顾明鱼, 因为他吃的营养餐自己看到过, 当时还尝了尝, 味道还行, 就,全是各种绿色的菜, 一丁点肉肉都没有。 三哥哥, 你太辛苦了。 说着他拍拍顾明鱼的肩膀, 小脸儿同情地安慰, 小大人似的。 没有人觉得他严肃, 只觉得莫名地好笑又可爱。 顾明鱼戳戳他的小脸。 吃完饭回家, 顾安得知他们子啊, 外面吃的竟然没有叫上他一起, 在家里又是一顿哪吒脑海自食不必说, 最后还是被顾男冷着脸跟拎小鸡仔似的给丢他房间里去了。 暖暖悄悄探进去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然后将背后的一个小盒子拿出来。 小哥哥, 暖暖又给你带小蛋糕的, 这个蛋糕可好吃了。 他眼巴巴地看着顾安, 小哥哥翻脸太快他之前都没机会拿出来的。 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顾安去上跆拳道的课还没回家, 这还是他自己报的班呢。 就是之前暖暖生日那天结束, 因为被顾婉拦住, 引发的一系列讨论。 顾安本来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暖暖的, 但是被顾名里他们打击了, 所以他发奋图强, 想要从小开始变得厉害, 争取超过几个哥哥, 那他就最有资格保护妹妹了。 顾安看着暖暖拿出来的小蛋糕, 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 一脸骄傲地抬着下巴。 小爷,我缺这点吃的吗? 不过,看在你给我带回来的份上, 我就不多计较了。 说着,他打开了那小蛋糕, 是他最喜欢的芒果味的, 心里最后的一点不满也消失了。 哼,也就你还记得我了。 暖暖挨着他坐下来, 小短腿晃悠了下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 小月牙一般的眸子里, 像是装着一颗颗漂亮的小星星一般。 哥哥他们也记得你的呀, 蛋糕是我们一起选的, 大哥哥付的钱呢。 顾安才不相信呢, 挖了一小勺喂过去。 别说我小气啊, 我的分你一些。 暖暖眼神亮晶晶地乖巧点头, 双手撑在膝盖上凑过去了些, 张口熬屋一下就吃了那蛋糕, 小表情一脸幸福的样子。 好吃。 顾安高兴起来了, 但是努力压着嘴角没有表现出来。 有这么好吃吗? 暖暖点点小脑袋, 小嘴甜甜小哥哥味的, 特别好吃, 这下顾安的嘴角是彻底压不住了, 一张稚嫩的脸笑成了太阳花。 最后那个小蛋糕被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 顾安原本的不高兴也彻底消失了。 他还特显白地, 在妹妹面前表演了几招, 今天在跆拳道社那边学的招式, 整个人就跟一熊啾啾气昂昂的小公鸡似的。 暖暖在一边特别捧场的鼓掌, 小手手都拍红了, 清澈如琉璃一般的眸子里, 全是崇拜, 那小脸上就差没写着我哥哥最厉害这几个字了。 想当然的, 顾安是嘚瑟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等你上学后, 有我在保证没有人敢欺负你。 暖暖点头问嗯嗯, 小哥哥最好了。 顾明里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走出去遇到顾明里的时候都挺起了胸膛, 并且一个蔑视的小眼神往上扫过去。 顾明里喝了一口可乐一如既往的用看蠢货的眼神看着他。 你长斗鸡眼了? 顾安, 您警号。 顾明里, 我要跟你决斗。 然后没有意外的, 飘起来的顾安被顾明里几下奏回了现实, 趴在地上不甘心地大吼。 你等着, 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过你的。 顾明里漫不经心地嗷了一声一天天地疲养了欠收拾。 顾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顾明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那不好意思啊, 我就喜欢趁着你少年穷的时候欺负你, 等你长大了, 欺负起来有什么意思? 三十年, 那你还得等二十几年呢? 那慢熬吧。 说完他顿了顿, 眯着眼睛看顾安你上课看小说了。 顾安心虚地眼神瞟了瞟, 然后耿着脖子, 抄大声反驳我才没有, 那你这周二的话, 哪里来的? 你才周二, 那明明就是很有主角气势。 你倒是瞅瞅你, 自己有主角气势吗? 我气势两米八。 顾明里给听笑了, 就你那还没有一米五的身高, 还两米八呢。 则, 你那看不见的两米八长 珠穆朗马封上去了。 顾安, 打不过还说不过, 气死他了。